拥抱宗教多元 驻大马和谐之行太平站的滚动报道继续进行 今天的更新聚焦于获得1万令吉拨款的后廊张公圣军信徒会 在理事们的邀请下 吴嘉良一到达后便与大家坐下交流 他在分享中提到 今天他的办公室为太平国会的非伊斯兰宗教组织与民间团体带来了约20万令吉的拨款 加上去年的拨款 总额已接近40万令吉 吴嘉良指出 这一系列拨款彰显了霹雳州团结政府对太平这座古镇文化和宗教遗产的高度重视 他强调 以往执政者往往忽视非伊斯兰宗教事务 将相关组织的需求边缘化 然而 在西蒙行动党以团结政府身份执政的今天 他们将充分记住多元社会的期望 公平对待各宗教的需求 并以实际行动维护我国丰富的文化色彩 在拥抱宗教多元 驻大马和谐之行中 吴嘉良移交了2万令吉的捐款给爱大华 以支持其今年的中秋节庆典 该捐款将在穆威国会议员尼可汉及阿斯达卡州议员黄天荣的见证下 全部用于主办爱大华的中秋节活动 吴嘉良指出 成功修订过时且不合理的非伊斯兰事务拨款指南后 现如今的拨款可以用于非政府组织和各类节庆活动 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进步 也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 吴嘉良表示 每个节日都是展示不同文化的良机 通过主办类似的庆典 能够让社会各族群更加了解彼此 预祝此次中秋节庆典圆满成功